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讲到周璇被上海日报读者票选为1941年的电影皇后 但是呢她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这一殊荣 是 周璇虽然在上海谈迅速走红 但是呢她一直非常的低调不张扬 而且周璇心地善良可以说是冰清玉洁 不过呢她唱的歌却风靡大江南北 远比她的为人高调多了 不静怀 明月照人来 我爱又爱美满 今早就爱 大家听到的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 名字叫《月圆花好》 是电影《西香记》的插曲 这首歌呢有很浓郁的传统韵味 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呢都堪称经典 作词的是苏州豹人范燕桥 作曲呢是曾经做过周璇丈夫的作曲家严华 当然演唱的是周璇了 后来这首歌呢也经过很多明星的翻唱 经久不衰 一直传唱到今天 词华恩 周璇唱了很多情歌 那她的感情生活也一定很美好吧 还真不是 周璇的感情生活呢 充满了一种迷茫的色彩 具体说来在婚姻上周璇很不顺利 先后经历过好几次的感情波折 是吗 是啊 咱们来说一下周璇的婚姻 嗯 好 周璇进入明月歌舞社的时候呢 普通话说得很差 她毕竟是在江南长大的嘛 嗯 当时呢 明月歌舞社里有个英俊高大的男演员 同时也是作曲家叫严华 这个严华还担任明月社的表演老师 严华呢 学过金剧 普通话说得很棒 所以周璇就经常跟这位老师学习普通话 哦 严华比周璇大几岁 在周璇眼里呢 是一个大哥哥 他们在一起合作日久生情 相互产生好感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一代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故事 1936年呢 严华准备去南洋演出 临行前周璇请严华到自己家里吃饭 饭后呢 周璇把一本日记送给严华 告诉他到了船上再看 严华到了船上以后呢 打开日记 一看 里面写满了周璇对自己的爱慕和相思 严华到了南洋以后呢 马上给周璇回了封信 在信中也表达了他对周璇的爱慕之情 就这样呢 在1938年的农历 6月13号 严华和周璇在上海举行了浓重的婚礼 挺好的一对才子佳人 是 可是呢 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婚后啊 周璇依然忙于事业 而且应酬也多 常常是早出晚归 加上国华营业公司的老板呢 想赚更多钱就让周璇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 而严华呢 相比之下清闲得多 这期间呢 已经怀孕的周璇 由于过度劳累 不幸有产 这种种的事情严重的磋伤了严华的子孙心 而且也触动了他内心的妒忌 严华开始发泄不满 小人可吵架很正常啊 说是这样说呀 可是呢 他们的吵架可不是一般的吵架 严华当时呢 年轻气盛 他发火的时候 甚至把周璇锁在屋子里 不让他出门 这下电影公司老板可不干了 影响拍电影怎么行啊 结果老板直接安排周璇住在了电影公司里 那严华是什么反应吗 血气方刚的严华一时冲动 在报纸上发表了周璇卷逃的启示 就这么着呢 事情被搞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1941年呢 两个人正式离婚 周璇的第一次婚姻宣告失败 这次婚姻呢 给周璇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他的精神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 周璇没事吧 嗯 当时没什么大事 离婚以后的周璇也是一直忙着拍电影 出唱片 开演唱会等等的业务吧 在咱们看来呢 他是刻意的让自己没有闲暇的时间 感受那种离婚的痛苦 1946年呢 香港大中华营业公司 邀请周璇拍摄《长相思》和《各有千秋》等电影 就这样呢 周璇来到了香港 周璇在香港呢 遇到了上海的旧相食朱怀德 朱怀德知道周璇已经离婚 就开始追求周璇 单纯的周璇经不住朱怀德的甜言蜜语 他们很快就同居了 就在周璇因为离婚而受到伤害的心 慢慢愈合的时候 朱怀德抛弃了周璇 偷偷地离开了香港 躲回了上海 再次受到感情打击的周璇 痛苦不堪 1950年周璇回到了上海 同年9月 他在那里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周明 一直到后来呢 这个儿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也一直是众说纷纭 1951年4月 周璇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 出演电影《和平歌》的女主角 这是周璇拍的第43部电影 也是他艺术生涯的最后一部电影 为什么 听这样 就在这部片子拍摄到尾声的时候呢 周璇突然在拍片期间 精神失常 被送入了上海虹桥疗养院 电影《和平歌》也被迫中断 由于周璇的精神不稳定 他的儿子周明 后来一直是由赵丹夫妇来抚养 怎么会这样呢 是啊 谁也没想到嘛 据《开放杂志》的一篇署名东西的文章记载说 1950年 周璇从香港回上海后 便无法适应所谓新中国文艺界肃杀的政治气氛 心情极不稳定 他给仍留在香港的作词家里后香写信说 静音播音唱了歌 登上报哀骂 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 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 太难了 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 心又太直 所以害了自己 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 一言难尽 不说也罢 他后悔回国 想到南洋发展 可是 当年中共的地盘是进去容易出了难 真想离开大陆 就由不得他了 他也受到冲击了吗 当然了 中共搞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当时文艺界不是有什么批武训传 反胡锋 批清宫秘史 批黄色歌曲等运动吗 周璇唱了那么多李锦辉的歌曲 而且那些歌曲当时都已经受到了中共的批判 说是黄色歌曲 迷迷之音 所以周璇受到冲击太自然了 尤其是中共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 直接就牵扯到周璇 因为它是清宫秘史的主演 你想想看看能逃得开吗 确实是这样的 其实《清宫秘史》这部片子呢 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现状 对维新派和支持变法运动的光绪帝 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对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呢 进行了鞭持和揭露 就这样一部电影呢 毛泽东却有这么一个说法 《清宫秘史》是部坏影片 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 应该进行批判 在1950年5月3号呢 《清宫秘史》被通知停止放映 它成了49年中共窃证以后的 第一部遭禁演的影片 《清宫秘史》《清宫秘史》《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清宫秘史》 这是什么歌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玉香飘渺》 是周璇在《清宫秘史》里边唱的 人物百家在很早的时候 不是讲过周璇的故事吗 我记得有一天我翻看以前的网页 看到有位网友有个留言 我都不记得了 他怎么说的 这么说的 记得文化大革命批判《清宫秘史》时 公映了这部电影 第一次听到《清宫秘史》中的插曲 就令人感慨万千 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留心 插曲中 愿四海黎民无烦恼 风衣足食 乐乐陶陶 这个网友说 这一愿望在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 仍然遥遥无期 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是啊 所以重温和欣赏《清宫秘史》中的插曲 令人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 更有特别的意义 是啊 这么好的电影背景 按照周璇的性格 他肯定接受不了 那是 据开放杂志东西的文章说 共产党不断要求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人士 自我改造 不断地组织各种名目的学习班 说这些人来自旧社会 脑子里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 只有通过改造才能适应他们所描绘的 所谓无限美好的新社会 周璇最要好的朋友王仁美 有一次在会议上 检讨了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 唱了不好的《谜谜之音》 演了不好的戏 要好好改造自己才能适应新社会 这无疑对精神过敏的周璇是当头一棒 精神脆弱的他只有疯了 真是太不幸了 还有更不幸的在等着周璇呢 周璇在拍电影《和平歌》的时候呢 认识了剧组的美工画家叫唐蒂 周璇生命期间呢 唐蒂常常出现在病床边 照顾周璇 逗他开心 周璇那颗受伤的心呢 慢慢随着这种温存平复下来 在唐蒂的温情呵护下 渐渐的恢复 他们相爱了 很快呢 周璇有了身孕 他决定申请跟唐蒂结婚 他们后来结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结婚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 要知道那个时候 所有的新人结婚呢 都要向所谓党组织打报告 组织上要不批准 你是结不成婚的 后来呢 由于周璇的态度又非常坚决 所以他们终于被批准结婚了 太好了 总算有个家了 哪啊 这个家对周璇来说 只是一个空中楼阁罢了 就在他们订好结婚日之前的18天 唐蒂突然被逮捕 关进了上海铁兰桥监狱 怎么回事啊 因为共产党说呢 有人告发 唐蒂在国民党军队里边任过职 是个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共产党呢 还给唐蒂安上了诈骗 右肩女明星等罪名 三罪并罚 判了三年刑 残酷的现实 把精神脆弱的周璇彻底的击垮了 要知道 他那时候已经怀了身孕 就是后来的第二个儿子周伟 那是唐蒂留给他的唯一纪念 哎 可怜的周璇啊 在那以后呢 周璇就一直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他的病情时好时坏 始终不能彻底治愈 1957年 接近夏天的时候呢 周璇的病情有所好转 他给上瘾画报写了一封信 说 亲爱的上瘾画报的读者们 我已经快好了 我很快就要跟观众们在荧幕上见面了 谢谢观众们对我的关怀 再见吧 祝你们健康 在1957年6月18号呢 就在周璇准备出院之前 中共的新闻纪录片场拍摄了一个采访周璇的纪录片 周璇呢 在这部纪录片里再次唱起了天涯歌女 歌声还是那么动听 可是从画面上看到他的表情 已经是非常的不自然了 对 我也看了这个片子 旁白说 周璇写信说要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 可是周璇的亲笔心里没有这句话 是 就在人们期待周璇重塑荧幕形象的时候 1957年9月22号的晚上8点55分 周璇突然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辞世 离开了他热爱的歌坛和影坛 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和无比热爱他的观众听众歌迷 那一年他只有37岁 真是红颜薄命啊 他离世以后呢 财产是不知去向 后来一位叫上官婉儿的作者访问黄松英 也就是赵丹的太太 上官婉儿提到周璇病故以后 海外陆续有善款会到国内来 所以问黄松英 这件事情您知道吗 黄松英怎么说的呢 黄松英的回答是 这件事我不清楚 五十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 大约在闹大饥荒那三年里 我记得中国银行有人找我 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 他说你抚养周明已经有将近十年了 你是他的养母 是他法定的监护人 只要你出面签个字 就可以把这笔款字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 中国银行的人说 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 国家需要这笔宝贵的外汇 就这样呢 我就签了字 具体有多少数目 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们只取过一千元港币 后来呢 这笔钱到底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周璇短暂的一生 共拍摄了四十三部电影 演唱了两百多首歌曲 他那甜美的歌声 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 一代金嗓子歌后 周璇的故事 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下次节目 我们将为您讲述 抗日名将 中国远征将军 孙力仁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